高雄市的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像是博尔特区和春天艺术节 都吸引不少民众参与 另外海音中心和魏武银艺文中心 即将完工启用 5月8号每周一晚间9点 首播的高雄亮起来 节目中文化局长尹丽 将畅谈高雄市的文化发展 高雄市过去被视为文化沙漠 不过近几年举办的高雄设计节 汉字好玩节 以及博尔特区成立 和高雄春天艺术节等活动 都吸引不少民众参与 成功营造高雄成为创意友善的城市 韩国的影视产业 真正的影视基地 事实上是在它的釜山 那釜山影展还是亚洲最大的影展 也不是在谈首尔 过去这几十年 这样一个发展脉络里面 因为首都一定是政治跟经济导向 它有它的强项 可是在非首都之外 它相对成本比较低廉 它的环境比较开阔 它对创意比较友善 而延续这样的发展契机 文化局更打造博尔特区 成为共创基地 让年轻人在基地里相互激荡创意 也让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 能够在高雄生根发芽组壮 他们可以在彼此交流 彼此分享 彼此创造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境之下 我们希望说很多年轻人 但博尔只是一个发展的基地 我们还有很多相关 对年轻人的创意的一些支持的计划 不管在表演艺术 不管在视觉艺术 不管在电影 在影视产业上面 我们其实都希望说 高雄是对这些不同的创意产业面向 最友善的城市 随着生活水准提高 民众更愿意享受高品质的精致文化 每年举办的春天艺术节 推出不同类型 不同剧种的表演 更将表演场域拉到户外售票演出 都成功吸引不少观赏人潮 我们在很多的场域 包含说像在美术馆的 面波的这个草地上面 我们每年的草地音乐会 或是说像今年有很多 像在去年在建成 我们所谓左营旧城的建成计划 目前海洋文化既流行音乐中心 以及魏武营艺文中心 即将完工启用 大量的展演空间 可以带动更巨大的文化产业能量 如何推动才能够提升 高雄市的文化品质 就请锁定5月8号 每周一晚间9点首播的 高雄亮起来节目 感动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ou mathematics 如课堂能力中心